看回這幅資料圖片 看到這條橋就是克里米亞大橋 現在俄羅斯這個俄軍 記住日期6月29日 將兩艘船放在克里米亞大橋向著亞速海方向 這兩艘船在俄軍海軍基地拖到克里米亞大橋 看回地圖 這裏是克里米亞大橋 這裏是俄軍海軍基地 辛羅西斯克 用Google Mac 一邊放大 看到俄軍的艦艇都放在這裏 俄軍在黑海裡面的海軍基地 說回這兩艘船 船放在克里米亞大橋旁邊 它的作用就是很明顯保護這條克里米亞大橋 你看到的日期是6月29日 之前 烏克蘭已經說過 它說會 炸斷這條克里米亞大橋 為什麼現在呢 在6月29日俄羅斯放了這兩艘船在克里米亞大橋旁邊 這兩艘船的作用呢 它的作用就是 令到攻擊克里米亞大橋的導彈 打不中 即是說干擾 甚至做一個叫做引誘 這些導彈的作用 總之 它就是不想這條克里米亞大橋 這樣被烏克蘭軍的導彈摧毀 首先這條克里米亞大橋 你看到它有鐵路 有公路 那烏克蘭軍 它打斷 真是如果可以打斷這條克里米亞大橋 在這裏打斷 後面又打斷 那整條橋就廢了 這條克里米亞大橋廢了之後 會怎樣呢 看看形勢 這條克里米亞大橋 斷了之後呢 這條克里米亞 那克里米亞大橋一路上就是這個 就是這條克里米亞大橋的南部 沒有了這條橋之後 就要靠這個 就靠這條陸路 這樣運送這些補給品 在這個克里米亞大橋 即是這條克里米亞大橋的南部 那些河軍或者親郎武裝分子 那現在我畫了這條線 300公里 300公里 你看到 就說6月29日 俄軍 真是害怕了 都要很認真地放了那兩手 這些干擾船或者靶船 放了在克里米亞大橋 那他都意識到 一樣東西 就是這個海馬斯 你記住 這個海馬斯 就在這個6月 6月十幾號 就已經有新聞 就說說海馬斯 就去到 那時候是新聞 來的 現在都 都不掩飾 你看到 用這個海馬斯 已經拍了片 焚焚聲地去 焚焚聲地去 對俄軍 後勤 彈藥庫 補給站 維修中心 指揮中心 四個造成一個致命的攻擊 全部都是很準確的攻擊 首先 你講回這裏 烏克蘭之前都說過 會打這條克里米亞大橋 烏克蘭也有自己的戰術導彈 短程導彈 烏克蘭說了這麽久 俄軍不認真 應對 現在這麽認真 就是最緊要 你有導彈 是打不打中的 這個海馬斯 你看到現在 美大供應給烏克蘭的海馬斯 它的射程都是40公里 至80公里 但是 海馬斯最遠的射程 可以打到300公里 打到300公里 對俄軍來說 海馬斯對外軍的影響 壓力就是來自 它的準 它打得準 首先你見到 我去這裏 就畫了300公里 這裏就是 扎波羅爾地區 為什麽找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真的可以打到300公里 真的可以 放一支海馬斯 如果美大 美大真的供應一支 300公里的短程導彈 給烏克蘭軍 他真的可以摧毀這條克里米亞大橋 那你見到 這些形勢 隨時變的 美大真的會供應 隨時給你幾支 給幾支 這個烏克蘭軍 你烏克蘭軍 就是要打這條克里米亞大橋 不要打其他地方 只是打克里米亞大橋 就已經 真的 這樣已經可以搞定這個俄軍 這條克里米亞大橋 因為我們看這條克里米亞大橋 我們看這條克里米亞大橋 我們看這條克里米亞大橋 你看到很多藍色的地方 就說烏克蘭軍有所斬獲的地方 即是反攻的地方 烏克蘭軍在這裏反攻 是不是為了打這條克里米亞大橋 而做這個反攻呢 都很大機會 所以你看到 我在這裏 即是說 如果烏克蘭軍 在這裏 放一個海馬斯 射成300公里 是真的可以打到克里米亞大橋 那這裏 那這裏 和軍 真的開始震了 那先說這裏 蛇島先 烏克蘭 國旗 又在蛇島再次升起 那 大家都知道 和軍 在這個蛇島 就慘敗了 蛇島在這裏 這裏 克里米亞大橋就這裏 這裏 這裏就是 俄軍 海軍基地 新羅西斯克 那先說 蛇島先 蛇島距離 烏克蘭的本土 就非常之近 度在這裏 最近那裏 60公里 左右 去到俄德薩 都是166公里 近了 自然 在陸上攻擊都容易 這裏 這裏 我經常叫 黑海 碎肉機 對俄軍來說 真的是碎肉機 你看到這裏 這裏 經常出現 就是 烏克蘭 用 土耳其的 TB-2 無人機 在這裏 對這裏 發動 攻擊 上面的俄軍 真的 損失 非常之慘重 最慘的 就是這裏 那些大飛 亦都被 烏克蘭的無人機 TB-2 亦都是 打沉了很多隻 甚至最厲害的那隻 莫斯科號 都在這裏 中了 反彈飛彈 跟著變成潛艇 都是這射島附近 所以你看到這裏 在這裏 損失了一隻 莫斯科號 上島 俄軍 變成肉將 變成肉餅 除了莫斯科號 亦都 那些 俄軍 大大小小的 艦艇補級 補級船 都在這裏 被這個 烏克蘭軍 的反艦導彈 這樣摧毀 你看回另一個畫面 就去回這裏 台灣 你看到 俄軍 在這個蛇島 慘敗 還有莫斯科號 被打沉 現在圈著這裏 就是台灣的東沙群島 中共之前 說 會 拿這個東沙群島 這個東沙群島 是大個蛇島 老實說 上了島 就是 所謂解渴軍 攻了這個島 上了島 跟在蛇島上面的俄軍 命運有什麼分別 是一樣的 是任人炸的 甚至你的船 你的海軍 海軍 也都在 台灣也都有反難飛彈 一樣可以擊沉你的 道理 是這麼簡單 但是一樣 中共的契哥 那些俄軍 就肯 肯上島做炮灰 而這個 解漢軍 肯不肯上這個東沙群島做炮灰 現在你看到 這個契哥 優勝之處 就說這個契弟用嘴炮 成本低 起碼不會 有人傷亡 甚至有些船 那些船 變成潛艇 那他的契哥 不同 他真的 真的 敢 做炮灰 甚至敢 找些船 做潛艇 所以 分別就是這樣 所以你看回 最主要 真的 要看這些可靠的訊息 就說 李契哥 在蛇島的慘敗 也都可以 嚇侄 這個契弟 不敢 這麼魯莽 行動 個人意見 獨立思考 講完